政坛最近疯传国阵候选人必须签署宣誓书 力挺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当首相 不过看守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不斥了这个说法 他强调候选人签的是不跳槽同意书 至今他还是国阵海报男孩 也是巫统本届大选的首相人选 一切是团难受的心理 提案是否给予藏尔省了 成为官司成立的首相 特首相局的首相共亡 成立在宣誓的金额 成立的最大的 成立的第二个人 成立的纪组纪 大会的宣誓 成立的博要 阿ö扎户 我早前所成立的 第十六个人 网数呢 由190 伊之迈今天回到百乐选区 成交候选人提名表格后告诉媒体 每一次选后都会发生议员辞职 或跳槽的情况 因此签署不跳槽同意书 只是遵从反跳槽法令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捕风捉影 面对这次的选战 国阵海报南海也信心喊话说 不管遇到多少敌人围攻 天秤领导层依然有信心 可以拿下国会主导权 但是政党赢得简单多数议席的情况 已经不复存在 继而提醒旗下候选人 不要抱有侥幸或者安逸的心态迎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